大家好,我是史乃莉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园艺达人李力远 Robert Lee,又到了我们现场 今天要给我们介绍一些特别的东西 我知道,每次都很特别 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请我们按订阅,还有小铃铛 然后最后看完,还要给我们按一个赞 今天李力远他是醋专家,醋罐子 我醋专家,专门吃醋 让我们知道,醋在原液方面有什么功能 跟我们分析一下 醋是一个非常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调味料 非常好 那我今天讲的是用白醋 黑醋是容易比较发酵 做堆肥,或者做酵素,用黑醋 那么这个白醋呢,你滴几滴 滴几滴在这个里面 白醋,滴几滴,不要多 几滴几滴几滴就好 那么一点点 够了够了够了 在开花的时候,有很多虫,虫妈妈 她在开花的时候,她就下蛋在这花里面 软在里面 我告诉你,为什么有很多人说 我的苹果啊,我的梨啊 外面看的好好的啊 一吃怎么有的虫在里面 里面都黑了 风吹 那我拿胶带给你 就是这个虫妈妈,在她还没有结成果子的时候 她已经下蛋在这个花的中间了 她聪明得很 等于她住旅馆 从你盖房子盖好,她就住里面了 她把小孩先摆在那里 对对对 然后呢,她在里面这小虫就孵化出来 有的时候不止一只 有的时候好几只 她就在里面吃她的果肉 果子也长得慢慢熟了 她吃她的,最后连她糊 糊啊,桃子里的糊她都会咬 OK 所以说,在这个花开的时候 我们就得注意啊 用这个醋 用这个醋去喷 喷我们所有的开花的果树 如果说果树很高,用这个 这个力量很大 用果树的话就用这个 对,这个可以喷 这个可以几乎一个喷五公尺 加压加构一点 这个打气的打构一点 那一般的话就用这个小的 对,一般小花卉啊什么的 不能喷得多 就是说喷了以后 有预防的作用 而且它有杀菌的作用 再加上呢 你不是我们常常吃什么 琵琶啦 对啊 荔枝啊什么 龙眼有糊嘛 你想种对不对 我跟你讲 用个小玻璃瓶 倒几滴醋 然后把这个果子丢进去 种子丢进去 泡个两天 又先泡醋啊 特别容易发芽 哎呦 特别容易发芽 真的是学到 我常常自己就把它那盒丢 摆在那里 以为可以种 对,它很慢 都不行 而且呢 它还有防虫所有 因为它这个 种子上有这个醋 对 我们人是闻的这个醋 好强 因为我们是一瓶 对昆虫 来说 它只要有一点点味道 它就怕得不得了 OK 所以让果子发芽 防这个果蝇 噴 噴你的水果 水果炸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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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熟了好多 你得 我跟你讲 你得 一个礼拜喷一次 哇 预防啊 不然你的水果吃不到啊 它通通那个了 而且还可以让小动物 什么地鼠啊 松鼠啊 它闻的这个味道 醋的味道 它会离开 那你要喷在哪里呢 就喷在树上 甚至于就是说 松鼠有的时候 它会走墙壁 它在墙壁上面走 你就把它喷在它行动的地方 那如果说有松鼠的洞 往那里面喷呢 我跟你讲 松鼠的洞还真不好找 它都带到好大的树上 在这个公园走路的时候 好多洞哦 那是地鼠 松鼠 松鼠 改良品 改良品种 变地鼠 还有我跟各位报告 这个你要知道的话 我们有黑 有这个白指甲 也叫灰指甲 脚 手指都有 对不对 我告诉你 用这个醋 弄一个小盆 每天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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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那个灰指甲的细菌 最怕酸 所以你经常泡 经常泡 我告诉你 它慢慢慢慢过了差不多一个礼拜两个礼拜 它的好的指甲就长出来了 你还是要继续放 灰指甲就推掉了 我跟你讲 一定要你要有耐心 把这个灰指甲全部都退掉以后 剪掉 我告诉你 就好了 这是灰指甲 超棒的 太棒了 太棒了 还有一个 防止蜜蜂的盗锋 这个盗是强盗的盗 你知道我们养蜜蜂不是说放羊吃草 不管 放在山上 妈给狼吃掉了 这个蜜蜂它自己 它自己本身的味道是一样 它不会打架 可是呢 另外一箱跟这一箱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 那蜜蜂身上的味道不一样是从哪里出来 是从蜂王 每个蜂王身上的味道都不一样 它识别的时候 它就是要闻 要进门的时候 它一闻 它门口蜜蜂的味道跟它一样 它就敢进去 不然它走错窝会被咬死 它门口都有警卫蜂 好 那如果说这一箱蜂譬如说只有三万只 那另外一箱蜂六七万只 比它大 对不对 然后到了蜜 你收完了以后 所以说你收蜜的时候 你不能全部弄光 你还要留一点 每一箱留一点 让它有吃的 它没有吃的时候 它就当强盗 去抢人家的 它就抢 它就大 我跟你讲 那才死的真惨 蜜蜂咬它不是用针针去遮它 它只要咬一下翅膀 我跟你讲 很奇怪 它们的小昆虫 尤其是蜜蜂 它的身上它的腿被咬一下 伤了翅膀就不行 它就完了 它只要咬 我说蜜蜂的前颗很厉害的 那怎么办呢 用醋 要浓一点 噴整个风箱外面 噴腹 所以我们 可是你喷的话 这个原来的蜜蜂 在里面没有关系 没关系 醋对它来说 没什么关系 别的蜜蜂来就不行 对 有时候你喷在它的跳板 它要下降的时候 跟那航空母舰一样 它有个跳板 它就先到跳板上进去 在这个时候 你给它喷一点 它这个味道 只要喷一点点 倒风了 就停止了 而且呢 还有一个 就是说你这个醋 可以往天上 用这个,整个蜂蜂,我们蜂蜂有的时候养一百多枪蜂,你可以寻着,打,打,打,然后喷喷喷,他一碰到这个醋酸的,在天上有这个水气,我告诉你,马上停止,这是我们养蜜蜂的,有很多都不知道,但是这个是,你养蜜蜂,你一定要知道,因为稻蜂啊,这个蜜蜂跟蜜蜂打将是打死光光,一箱把另外一箱打死光光,哇,这样一国跟一国两个打将,对呀,那少说多少蜜蜂,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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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侵蜜很厉害,原来的动物的世界也是,跟人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它没有粮食的时候,它就供人家,抢人家的嘛,所以这个醋,除了对植物,对虫,有帮助,对一些小动物,驱赶它,还有就是我们养蜜蜂的,就是用这个醋,把暴风的时候,情形发生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处理,所以蜜蜂不是说不管它,任何一样都一样,你只要是养的, 我告诉你,养鱼,对不对,养羊,放牛,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用木桶呢,把牛鱼都偷走了,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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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所以你看,光是一个小小的醋,你看,功用有这么多,非常多,那当然不必要讲说对人体,大家多吃醋,所以骨头就会比较,不会那么硬,没错,没错,没错,不会那么脆,对, 还有我们被虫咬了,哦,沾一点醋,沾一点醋,沾一点醋,它一过一会儿就轻轻地揉一会儿,过个差不多一个小时,你再次弄一会儿,几次啊,起码不会肿起来,哇,还有消炎的这个,消乙酸的作用,对,对,对,所以醋的功用很好哦,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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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但要经常吃饺子,我都是要蘸醋,对不对,是吗,对啊,然后呢,原来它在园艺里面也有这么大的功能,有,有,有园艺也有,对,对,对,好,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Robert,哎呦,谢谢,谢谢,谢谢,还有,哎呦,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毛毛虫,毛毛虫,这个,这个毛毛虫我画得跟真的一样,它圆,它圆形就这样,但是不是,不是那么大,差不多将近两寸,但是这个毛毛虫,你看它是很恐怖,对不对,对,它长出来的蝴蝶,又漂亮,黑色的,非常非常漂亮,对啊,对啊,对啊,这是Robert画的,这是90年12月12号画的, 谢谢Robert来给我们分享出的功用,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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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ר勒的功用,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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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圆役方面可以有做些什么事,谢谢大家,分享它的话,谢谢大家,谢谢您,谢谢,谢谢,跟我们按赞,按赞哦,谢谢大家,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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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们按赞,按赞哦,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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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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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 bacon,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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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谢谢,谢谢,谢谢,450,谢谢,谢谢,谢谢,ㄦ Margaret,趁鹽�도,分享,谢谢,谢谢,看到,谢谢 работать,谢谢,谢谢 рук,按赞,谢谢, pharm察,谢谢带� coordination,谢谢,谢谢您,谢谢,给我们按摟完全太 Pepper,按�